可以 我也 我也希望啊 我也希望他定居的不走了 但是 但是人家 家人们 我这么跟你说 卡塔尔 卡塔尔那边可比咱们那儿 咱们这儿好态度了 就基本上就跟迪拜差不多 你知道吗 就 很多人还问我 好多家人问我 唐先生 唐先生条件好一些还是 还是 唐灯条件好一些 家人们如果是从国内的话 从他妈妈那边的话不好说 但是从 从那个 从他爸爸那边来说的话 那还是比唐灯 家要好很多的 知道吗 他们那边随便的家庭 在我们这儿都算很好的很好的家庭 那种的 我让他把国外那么好的条件放弃了 我开不了这个口啊 家人们 我应该 我应该直接问他吗 这样说吗 会不会觉得很自私呢 因为人家条件真的很好 人家在国外随随便便都 比我们在国内 比我们在国内 好很多 我可以这么问吗 他刚才说了他不回去吗 他刚才说了他不回去吗 他刚才有时候他不回去吗 我刚才太紧张了 我都没有认真听 我都没有认真听 那等一下 他回来我再问他一下好不好 他说他陪我 他是说他最近陪我不回去了 还是他说他以后不回去了 他说他不回国了吗 他真的说了 那我让他进来我问问他好不好 好 进来 穆颜 穆颜 等等 诶 我告诉你 看了我们以前养的鸟 但是 你坐 还是很健康 我感觉他们有认出我 看到我以后就不停的在那里叫我 真的 让我给他们一点吃的 来 让我 想起来了 晚晚你一起 在一起的时候 好 努力把它 把他们养成这样 我还 我还以为你会把他们饿死 开玩笑 开玩笑我相信你 我怎么会把他们饿死 那个小飞 你走了之后 我一直都有让他在帮我 养 养我们之前的那些小鸟啊 然后但是 但是前几个月 然后 就因为一些原因 然后我就 卖 卖掉了很多 然后 以前那套房子里面的 养的那些小鸟 我就都卖掉了 然后 现在就 就剩 这一些 然后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这个 都是你喜欢的 对 就留了一点 就是 养的比较久的 特别有感情的这种 我就留下来了 他们还认识你啊 对 我感觉认识我 认识你 家人们有没有觉得他挺瘦的现在 能 虽然看到了半个人 但是能看看他 现在还身材挺好的 挺苗条的 那个 家人们 我就不让他 我就先不让他出镜了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 想看一下你 但是 先别看吧 我什么 我可以 因为 我可以想办法吗 因为 因为我想保护一下你 我 我怕 我怕很多人看到你 然后会 有一些 有些人会 找到你 什么人 没关系啊 我有几个包标呢 我不把这些东西 不是 不是那种找到你 是 是在网上找到你 然后 哪天在 比如说 找到你的抖音号啊 然后 或者说 私信你一些 嗯 事情 万一你看了不开心呀 哪 什么的 我是说这种保护 没关系 没关系 其实 有些东西 我是知道的 什么 什么东西 嗯 这两年 毕竟我们没有 没有经常练习 偶尔会看到 看到你的 照片 有次发现 你跟 别的男 汗了 这是心里 很 很别的难受 但是 这是我的错 我知道 我知道 嗯 家人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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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先不让沐妍出镜了啊 啊 咱们咱们家 粉丝理解一下 堂堂好不好 那个我想 我想保护一下她 就是 因为 因为现在还是先不要让她 出镜了 就是 对她 说话像外国人 对 没错的 对 你说的对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 不是问题 现在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 你 现在还 还 还能接受我吗 我一直 我一直忘不了你 你在 你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 家人们 你们这个 理解一下 你说这点 是吧 屏幕里面都是中国人 就是 就是 你 你不能 你不能像 在 国外那个 说话 那么直接 哦 就是 哦好的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 家人们 就是 外国人说话 比较直接 啊 我的天哪 我该 那我该怎么办 你们理解一下 理解一下 就是 外国人他 他 他不是很含蓄 嗯 对他不是很含蓄 但是他没有 他不是轻浮 他不是随便 就是他们表达 就是比较直接 这样子 对对对 你们理解一下啊 不要 不要觉得他很很随便 这样子 对 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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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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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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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怕叔叔阿姨们突然接受不了 这个 一个男孩子突然进直播间 这样说话 会吓到 吓到大家 对 唐先生 对唐先生 唐沐妍 对 他 他妈妈是中国人 他爸爸是外国人 所以他 七八岁就离开中国之后 一直在国外 所以他的思想可能有一些比较外国人的 他们说话比较直接一根筋 但是他不是随便也不是轻浮 就是说阿姨们别别介意他对外国人他说话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不是说他很随便这样子 好 对 嗯 你说你说 嗯 就是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现在说什么 但是 就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会产生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肯定会去努力去解决 你现在可以跟我说一下现在我们之间的问题在哪里 让我来去解决,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去解决,一起努力 这次过来,我就是,我打算一直陪你在这里 你不回去了? 不回去了 那你生意怎么办? 我跟,我跟家人已经,已经说了 这个,这个没事,你不用担心这些,这没关系了 你不用考虑这些,这是我的问题,我可以解决问题 你一直在 这次过来,我就想请你,就是,给我一次机会 我想,我想去彻彻我之前的故事 你是说你现在不回去,还是以后都不回去了? 以后也不回去 你,你爸爸会同意吗? 我会,我会,我会,我会让他们决东一 天哪 你让我想一想,好不好? 让我想一想啊 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生意,你不 你不用担心这些东西,我为什么前段时间那么努力的去工作 然后,因为那个时差的原因,没有跟你好好的去聊天 都是因为,我就是想要,我的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两个要分开 然后,我的工作我自己已经做好了,在那边 我不用去想一切那样,天天地在那里 你让你,你放心了吧 你让你相信我吗 你让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我,我是相信你 在国外生意吗 在国外生意做的那么好 你那觉得他假日能同意吗 你那觉得他假日能同意吗 你得到你的,相信你的信任呢 我,我没有不相信你 我知道,我知道 要中国留下的话,要买房,买车,这些都是很小的问题 我说了,这些都是很小的问题 太炫腹了 OK 家人们他说话比较直接啊 你们,你们别建议 我就是想表达,我真的很想你 我真的很想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 你饿不饿? 饿不饿你呢 有没有给你带个吃的 要吃什么 你最爱吃的 我,我也不饿 我也不饿 对,他很实在 他非常实在 对 对 所以 对 他非常直接 外国人说他非常直接 对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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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 他